滿頭白髮映出歲月的痕跡 卻不減時尚與造型感 透過理髮師喬壽 幫長者設計精神抖擻又俐落的髮型 這是文山區公所辦理的 新移民髮藝造型設計班 學員為了回饋地方 由萬和里長吳座榮幫忙促成 為社區長輩們意見 很高興可以參加這次的檢發班 我是身心力想說可以學一技之長 然後回家可以幫小朋友 幫了老公來檢 然後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同學、老師、還有副辦人對我們都非常好 也真的有學到了檢發的技巧 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參加展示的更好的技巧 謝謝 我們是文山區公所辦的 新移民的檢發實習班 今天來萬和里長吳座參加意見 把學院搬上學習的檢發的技巧 然後文匯秘民社會 然後藉著這個活動 我們還瞭解了很多的社會福利的知識 比如說追生、祝福養、收益獎勵 還有這邊還有日軍照顧中心 有很多和藝可親的老人 我們很願意為他服務 那我自己本身從事美髮很多年了 我相信在我帶領你們學美髮這個階段 你們可以理學到很多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是實力太戰獎 因為我怎麼講呢 就是我小時候就出來當學徒 那我讀的都是相關科學 就是沒有美髮 也就是說我的扎實的攻擊跟理論它是結合的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 第一堂課 我大部分會強調你是煎髮 因為我們以前當學徒 沒有在練 然後頭髮亂抓 就亂摸 可是剪出來它是沒有什麼型 可以這麼講 我們老闆娘說 你明天給我當設計師 我也是真的學了三點四個月 學公務三點四個月還可以 想要從事檢法工作 卻不知從何入手的民眾 歡迎參加公所舉辦的課程 藉由專業失資的指導與示範 讓學員習得一技之長 作為進入職場的基石 我跟你講認真學半年 不用半年就可以親自 事實上是這樣 我曾經交過一對夫妻 有連性夫妻 他老爸是有新栽培的 他們送你自己有訂閱 學完之後 他跟我講 老師那我下一個階段怎麼辦 我說你先到現場去應徵去做 你要有實力 你要到現場去做 你才知道你把手學的結合在一起 後來他有聽我的話 到日式揮臉 那因為他們兩個夫妻 同一個店家不敢請兩個在一起 因為你要跑兩個一起跑 一下子缺人手老闆怎麼辦 所以他們是各自在一間做 然後去那邊從助手開始 到設計師也是半年 就出師了 然後有一天回來找我 我不認得了 因為美髮這個行列 它是一個漂亮的行列 它會改變 改變 外在形象會改變 哇啊 他穿著金光閃閃 然後他一進門 他說老師 我說你是誰 然後我是誰 你不認得 後來他說 你真的變了 有那種時尚味道 真的有那種時尚味道 然後他們後來在中醫自己開店 那生意超好的 那其實這美髮行業 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工作是機器可以取代 但美髮還沒有 我一直在想 如果果真有一天 有機器出現 弄個那個模型 然後人的頭 一裝進去 然後化型就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 有危機意識 可是目前沒有 還沒辦法 所以學美髮是可以 美化自己 又美化別人 把自己 然後人家有一句話說 外在影響內在 內在又影響外在 這是事實上 今天我請 我問各位 如果你穿著一個旗袍 一個高跟誰 請問你走路 會不會走得很快 不會 這是外在影響你內在 所以你就會慢慢的走 對 那你穿著牛仔褲修繩 休閒的衣服 你是不是就很 大 很那個走路就不一樣 那一樣啊 你所有的外在 也會 讓自己內心 所產生的一個 不同的 一個感覺 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大企業家劈口散碗 沒有吧 大企業家 你看他 不管哪 在何死何地 他一出現 就是金光閃閃 金光閃閃 所以這個是一個力量 一個市場 活動當天有很多移工 推著做輪椅的長者 來讓新移民意見 新移民同時也介紹 市府最新人口政策 促進社區互動與交流 在這間店裡 新移民進社區互動 對新移民進社區互動 還有新移民進社區互動 那個 記者問 還背不得 那 第五個 3個 3個 1個 5個 4個 5個 5個